重要时刻所有人抬头挺胸高声歌唱 制服国旗通过总统赖清德520就职典礼 从国歌领唱人就能看出他对台湾棒球的重视 请来中华职棒四大墙头 他们是中职创始初期的代表人物 分别是兄弟相的陈奕信 魏全龙的黄平阳 统一师的谢长亨 以及三商户的康明山 用充满热血与活力的歌声欢迎台湾行政局 三军仪对动作节奏整齐划一 赖清德的棒球魂再次融入总统就职典礼 振奋人心的配乐 其中一首正是知名棒球电影卡诺的主题曲 《勇者的浪漫》 赖清德身为忠实棒球迷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能够邀请棒球界四大传奇球星一起领唱国歌 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荣幸 投手们这次不穿球衣登板投球 改穿黑西装打开金嗓 唱出对台湾的祝福 结下重责大任 他们慎重又珍惜 过去几周还安排时间进录音间练习 四大巨头一次排开 对现场管理的民众来说 更是一段请求回忆 DABS新闻财新于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